主料,五花肉600克,利普芋头500克,辅量,色拉油,盐,五香粉,豆腐乳,葱,准备时间,10-20分钟,制作时间,两小时以上,五花肉在水里煮至能用筷子圈洞捞出,量量后切厚片,利普芋头去皮切成和肉片大小相同的片,用盐,五香粉,豆腐乳,生抽调成酱汁, 将肉片和芋头片交叉碗放在碗里,肉皮炒碗底,将剩余的酱酱浇在菜上,放入蒸锅,大火烧开水后,中火蒸30分钟端出,用碗道扣出即可,烹饪技巧,正中得贵林里普芋头扣肉中的芋头是油炸了,那样的芋头有形,蒸熟后不依然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 放闻TT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